人生最是有情吃,观影才是风雨月 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力电影 深圳凤凰路 精心打扮护达阿华正行走于夜幕之下 在等待红绿灯的各路司机中寻觅合适的礼物 她来自辽宁沈阳,初中毕业 在过往的三十年中 她已经当了整整十二年的女性隐隐君子 1995年,阿华和妹妹阿新来到深圳做发廊妹 由于共事的同伴中有一人是隐君子 姐妹俩便在她的怂恿下尝试了第一口 可谁知从此以后 他们就坠入了万丈深渊 指明了虚实时的短暂快乐 却不知毒品的危险可怕 在那段放纵的时日里 阿华姐妹俩因与他人共用针头而染上了艾滋病 2005年,妹妹阿新在出租屋内 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阿华则仅能眼睁睁地看着 即悲痛又无助 妹妹去世后 阿华失去了较为稳定的住所 终是流浪在街头 抱着一床捡来的破棉被 或在公园里或在桥洞下 度过漫漫长夜 而她的基本生存物资 则大都靠盗窃来获取 在成为隐君子的数年中 阿华和妹妹花费了共近200万 当然这比巨额花销不是普通工作能承担的 所以姐妹俩只能出卖身体 利用盗窃诈骗来获得资本 傍晚时分 为了指引阿华站在街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他骗司机 自己饿了一天 想要两三块钱吃碗热汤面 司机有些无奈 讨价还价后 拿出一块钱打发走了阿华 接着阿华再一次顾及重施 又从另一个司机手中骗去了五块钱 这些散碎的硬币 阿华都会咬牙积攒下来 然后拿去换取毒资 其实阿华也曾尝试过戒掉毒品 只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好像一旦染上了 整个人就被魔鬼控制住了 怎么挣扎都是土劳 诸如阿华这类的女性隐君子 不占少数 她们中有高达90%的人 都因无知和好奇而误入歧途 比如来自四川某县城的燕子 今年28岁的她有四年独龄 1995年 燕子来到深圳某工厂打工 日复一日的流水县工作 让她不胜其烦 便转而投身于武厅 赚些轻松的快钱 可那里人砸水深 尚未见过太多市民的燕子 很快就迷失了自我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她住在凤凰路最肮脏的出租屋内 靠着出卖身体来获取本钱 但由于保护措施不到位 燕子竟稀里糊涂地有了身孕 看着一天大过一天的肚子 燕子万分忧愁 打掉孩子需要缴纳手术费 留下孩子又耽误她赚钱 要知道 她们这一行竞争还是很大的 每晚12点钟之前 燕子都要准时来到街边 招揽那些开车路过的男人们 12点钟之后 她则要赶回出租屋 接待上门的农民工 每次20到60元不等 但这些微薄的收入 根本不足以支撑 作为引君子的开销 所以燕子还会和她的姐妹们 用上街碰子的方式来赚些外快 一个人负责倒地 剩下的人负责讹诈斯基 已经怀孕七个月的燕子 全然不顾腹中胎儿的安危 打算亲自上阵 她熟练地倒在车轮旁 佯装痛苦 吸引来了交警和救护车 被担架抬去了医院 由于一切都是假象 并未受伤的燕子 没能从司机手中骗到钱 只好回头土脸地回家 用布条勒紧肚子 继续招揽生意 一名熟客看出了燕子的窘迫 给了她十块钱 让她休息几天 燕子只觉脸面全失 两久沉默 可一旦毒瘾发作 那些所谓的尊严就好像 瞬间变得一文不值了 不久后 燕子的孩子出生了 由于母亲是尹君子 孩子刚刚落地 便患上了戒断综合症 全身布满了青色斑点 看起来可怜极了 可燕子似乎毫不在意 前脚刚出院 后脚就张罗着买货 并打算把孩子卖掉 赚些值银的钱 一对靠始荒为上的夫妻 找到了燕子 出嫁一切 想把孩子抱走 交易时燕子突然犹豫了 不知是因价格太低 还是因母爱突然迸发 燕子决定留下孩子 将女儿交给断臂的乞丐 上街乞讨 又让阿华帮自己 一些求助之版 说孩子的妈妈去世了 孩子连活下去的保障都没有了 深圳最繁华的街道边 断臂乞丐抱着孩子 满面愁容地 等待着路人好心的施舍 燕子则在不远处的天桥上 望着孩子默默流泪 但拿到钱后 她还是会迫不及待地去买货 继续沉沦于麻木而短暂的快乐中 这天是阿华妹妹的忌日 她来到从前的出租屋旁 烧纸祭奠 对着妹妹唯一的照片念念有词 照片上的妹妹阿兴怀抱着14支BBO 那是她去超市偷东西 被保安抓到后拍的 对方本想留作阿兴偷窃的证据 却不想 这张照片竟撑了阿兴 在人世走过一遭的唯一痕迹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 仍在街头流浪的阿华 收到了一则信息 她入狱20年的母亲 终于刑满释放了 她想回家看看 生怕哪天自己也像妹妹那样 客死他乡 连重踏故土的机会都没有 接着阿华走进了派出所 要到了回家的路费 在过往的时日中 她是这里的常客 总以回家要路费为由 骗取钱财 来支撑自己继续买货 只有这一次 她才真的回家了 开往沈阳的列车上 阿华怀抱着妹妹的骨灰 说起了自己的童年 她的父母是北京知青 去到沈阳后 两人都在自行车厂做销售 也都因贪污公款而被捕入狱 只是父亲突然心脏病复发 死在了监狱里 留下母亲坐了整整20年牢 而阿华姐妹俩 也因家庭的变故 不得不中途辍学 来到深圳打拼 回到老家后 阿华想把妹妹和父亲的骨灰 放到一起 已便有个照应 可她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 被殡仪馆拒绝了 无奈之下 阿华只好把妹妹的骨灰 交给亲戚处理 并从他们口中 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 然而辗转多时候 阿华还是没能鼓足勇气 与母亲见面 只含泪写下一封告别信 她是以死去的女儿的口吻写的 在信里 她没有承认自己 隐君子的身份 谎称她们姐妹俩 都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去世的 她想要在母亲面前 保留最后一丝体面 她说 妈妈 女儿不孝 不能做到女儿应该做的事 女儿没有能力 你要保重身体 不要太伤心了 这是命 感谢您生下了我和妹妹 又养育了我们 一切安排妥当后 阿华重新返回了深圳凤凰路 继续在绝望与痛苦中 等待死亡的到来 2011年9月1日 阿华离开了人世 幸运的是 在她去世的前一年 母亲找到了她 与妈妈相处的一年时光里 阿华终于脱离了尹君子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但仍在泥沼中挣扎的燕子 还是以2000块钱的价格 卖掉了女儿 于她而言 这样的做法是对自己的解脱 也是对女儿的解脱 女儿的未来还很长 自己能做的 只有放她一条生路 相较之下 同为女性尹君子的 陆兰角幸运许多 她也曾忽辱歧途 也曾打算卖掉 自己刚出生的孩子 只是那令人联系的体哭声 唤醒了她的母爱 让她鼓足勇气 脱离了尹君子 重新回到了阳光之下 拥有了幸福的生活 《凤凰路》是由陈远忠导演的一部纪录片 首播于2012年 《凤凰路》是繁华都市中的一条普通街道 她因常有尹君子出入其中 而备受各方关注 九位女性从不同的地区走来 却同样跌入了一条 万劫不复的深渊 导演跟拍六年 真实地展现了女性尹君子 在不断挣扎臣服中的沉溺 迷醉与拯救 毒品就像恶魔一般 正在或者曾经恶出过 这些女子人生的眼后 有人揪行糊面 刚刚送走了亲人 也在向自己的生命告别 有人自甘堕落 踩着法律的底线 用足尖在悬崖边起舞 而有人为了心声 毅然斩断了毒念 使家人 孩子 重新为他们打开一片蓝天 真希望凤凰路 不再是一条阳光下罪恶的小街 而是唤醒社会 对这类人群关爱的救赎之路 所谓凤凰者 火中涅槃之神鸟也 人生中谁没有犯过错 走过弯路 但信念还在 擦干眼泪 依然可以站起来 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只要不放弃 一切都还来得及 大列电影 带你看尽光影岁月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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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